著名的琵琶演奏家方景龙先生先后在海内外数十个城市举办过个人的音乐会 从90年代起方景龙就根据史料研制改良了五弦琵琶 使琵琶的音色音域更加的宽广 被称为当代五弦琵琶的代表人物 在琵琶演奏技巧上方景龙有很多独到的发展和创新 其演奏别具一格是激情与韵味并重 擅长体现不同的特点和风格 被同行们誉为以五法为有法 唯独秀于朱家的优秀的音乐家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方景龙演奏的经典作品 《十面埋伏》 掌声有请方老师 方老师您刚刚经过我面前的时候 我怎么觉得您的这个琵琶和别人不一样 您这个琵琶有五根弦呢 那么我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五弦琵琶 实际上五弦琵琶在唐代有 到了北宋就失传了 那么这有一个故事 我八十年代到日本演出 日本的朋友带我去参观日本的政参院 日本人那个朋友就很骄傲地告诉我 他说你看看 这是我们的国宝 你要好好看一下 我一看怎么都不是你的国宝 是我的国宝吧 后来我当时想拿是拿不回来了 只能复制吧 所以我从九十年代就干这件事 把这根弦给它续上 好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您一起来欣赏方老师带来的 对 因为大家关注的五弦琵琶好在哪呢 这样子我们带大家一小段一小段去旅游一下 好吗 好 谢谢 那我们先从北京出发 看看这个琵琶变成北京的金运大国的单行 那么琵琶从哪来的 从阿拉伯来的 我们到阿拉伯走一下 还有一个国家 我觉得特别值得去 印度 英国人一直想统治它 小弟姐也进入了 什么西洋也也进入了 没想到进去以后 印度人把小弟姐这样拉 变成他的音乐了 所以这个印度民族非常厉害 好 我们到印度走一下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那么中国的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 那么中国影响了日本韩国 所以我们到日本做一下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 我们到西方走走 好 下面给大家献上五仙琵琶的石面埋伏 好 接下来一起来欣赏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 好 接下来 好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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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